女人的成長 都是離不開瘦邊胖, 肥邊瘦 就像Sami當年參加新秀 就夠了豬顏玉潤 鄭秀文, 恭喜你 最重要的一提 她是我們全場年紀最輕的參賽者 雖然是參加歌唱比賽入行 不過拍劇經驗絕對不少 但是在這件案子之下 我才知道我媽媽這麼好、這麼偉大 她願意為了她的子女犧牲一切 甚至幫她女兒坐牢 但是她是無辜的 由浪足夫少爺到寵物情緣 Sami無論是膚色和身形 都有很大的轉變 我只喜歡你香水味, 真是的 活該你死的… 都說自己自保不住火 對Sami來說, 唱歌比拍戲輕鬆 佳因她2007年 拍長恨歌就幻想抑鬱 幸好信主改變了她的人生觀 令她由秋思變成四萬 當我不開心 當我覺得情緒很困擾的時候 我就禱告 怎料在時時某一日 在我心裡突然跑一聲 有很多信頭出現 有很多人在信仰上帶領我 我知道我的禱告就得到答應了 所以造就了現在 我對我宗教信念那種信念那麼強 因為我的經歷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沒發覺自己的膚色和樣貌有甚麼問題 直至進了訓練班之後 劉青雲, 你長得很黑 你這個樣子 你怎麼會考到訓練班的 劉青雲, 其實你…你不算很黑 基本上也不是醜樣子 但是你怎麼考到訓練班的 你這麼心急, 你去接女人嗎 又得她等吧, 女人這麼煩 沒事的, 別撞壞她 回來了… 怎麼樣?這部車, 安不安? 安不安? 爽呀…爽呀, 爽呀, 爽呀, 爽呀 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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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呀 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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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呀 回來更爽呀, 老闆 劉青雲, 你第一次飾演的角色是甚麼 我第一次飾演是做個飛仔 在深水灣海灘那裡 有個茶水站的那裡 我們就飾演飛仔去撩這個鄭玉玲小姐 有對手氣的 是呀…有對手氣的 怕不怕? 那也不太怕, 因為我沒甚麼要說 兩、三句話 飛仔, 我見你站好很久 等人嗎? 我想他不來的了, 不如讓我們開心 你不用怕我, 我一表斯文 不好意思, 來, 開玩笑 看不看的, 身體這麼漂亮 入行初期不久的時候 有時演戲的時候 只是想了一個角色 但發現自己好像是來不從心 自己演不到 其實可能是自己很多不足的地方 但自己還沒發現 那時候就會很生氣 就覺得為甚麼…為甚麼會做不到 最開心的是哪一段時間 可能是自己給自己信心 因為演員很需要有自信心 覺得可以從頭來過… 每一樣東西都由基本開始做起 我覺得有這個信心的時候很開心 你… 你… 我… 谢谢观看